高雄市议会进行内政部门业务质询 针对高雄市殡葬设施老旧部族 以及公墓环境管理等议题 议员纷纷提出建议 希望提供民政单位参考 让后代子孙能够在更优质的环境中 表达对祖先慎中追远的心情 清明节刚过民众返乡扫墓时 发现高雄市有许多殡葬管理设施 都有年老实修的问题 施议员郑梦露在内政部门业务质询中 针对三明区第一殡仪馆 如何更新改善设备议题提出建议 目前的话我们的安乐堂跟顶金塔 贵位处长你知道剩余几个吗 我这边的数据应该是还有507个贵位 好507个 那省主牌位呢 没有 都没有了对不对 其实考虑到我们的生活习惯 已经渐渐在改变了 我就在这边要求民政局 要考量到我们的这种习惯和生活方式 来做一个通盘检讨 就是每年会进塔的数量 那每年的需求数 那考虑去增加塔位 甚至说增加就是省主牌位跟贵位 除了殡葬设施 需要市府编列经费提升改善 有关公墓环境美化问题 也同样受到市议员的关心 尤其沟雄市有许多公墓 临近大马路边 不但杂草重生也影响市容观瞻 市议员忠义仲期待市府 借进国外公墓园区的营造 让民众能在优雅的环境里 慎重追愿 在这个189个公墓里面 除了齐金 陆竹 湖内 凤山 甲仙 茄定 有示范公墓以外 其他的大部分都还是杂乱无章的 传统的公墓 其实杂乱的公墓 对于这个死者是很不尊重的 对于活着人 对于视觉也好 心理也好 是一种伤害 我们后续会不会有签帐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签帐是以我们 现在配合我们整个市容的景观 还有整个地区的发展 所以我们只要在水源保护区 或者人口繁盛的地方 还有就是观光资源重要的地点 我们都会优先来考量 那当然也要试我们整个财政状况 希望呢我们在未来 在签帐的这个进度呢 能够加快 然后在签帐的同时呢 因为有一些新的这个墓园的规划 也希望呢这个规划呢 可以参考像欧洲 像美国一样 把这个墓园呢 能够打造成像公园一样 针对议员关心高雄市的殡葬管理业务 民政局除了提出未来的施政重点 也强调在有限的经费预算下 会持续进行公墓及纳古塔等殡葬设施的环境改善 港独新闻李战道黄兰军 采访报道